你好 欢迎收看1月8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台东县政府为了让在外地工作及读书游子可以返乡过年 特别规划了台东县民专属的返乡专车 经过县府交官处的人员统计 9号上午6点钟会把没有取票及退票的名额重新释出 交官处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赶快上网订购 台东县政府为了要让外地的县民在过年期间可以顺利返家过年 特地开设了台东县民专属的返乡专车 经过两天的取票 目前的取票率已达7成 而县府交官处也表示 在明天也就是9日的上午6点 将会把退票以及未取票的名额重新释出 1月3号晚上7点开始售票之后 隔天就可以来领票 我们讲目前我们已经取票的民众已经有将近7成 那目前我们有退票的部分 我们在明天1月9号的早上6点 我们在第二次的释出我们票券 希望大家我们台东的民众还没有买到返乡的车票 跟返公的车票的民众 希望大家在明天1月9号早上6点开始网络订票 早上就可以来取票了 那也这边跟提醒大家 我们这次的票价是跟台铁级的票价是一样的 比照办理 那也有退票的机制 那退票机制我们着收50块的手续费 除了重新试票之外 召观处也特别提醒民众要记得相关的取票时间 同时也提醒大家 我们在取票的一个服务 我们1月23号 我们台北火车站直到23号 23号晚上 那希望大家就注意到台北直到23号 其他时间就是28 29就在台东的台东县政府的大厅 县府规划返江专车 要让县民能够顺利返家过年 还没买到车票的县民可要把握机会 9日上午6点准时抢票 不要浪费县府的一方美意 记者陈继麟台东市报导